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学码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arkdown 今天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 自然段改行 好 那咱们学习一下 今天的制染器有两个 第一是自然段 第二是改行 下面是我的实战演习的例子 我来一会儿给你说明一下 什么叫做自然段 然后呢 又如何改行呢 咱们试试啊 首先老规矩 我先启动咱们的预览器 渲染器啊 OK 我先敲第一个自然段 东南西北 没有问题吧 我先敲第一个自然段 敲完过来之后 咱们渲染一下 看是个什么结果 大家看这地方 生成了一个P 难题吧 这个P里面是东南西北 各种各样的内容 OK 比如说我再生成一个自然段 怎么生成 比如我生成一个中发白 行吧 没问题啊 麻将是世界第一运动啊 不如足球啊 好试试啊 我在生成一个自然段 怎么生成一般来说 咱怎么做 回车 让我再敲第二自然段 对不对 好 我敲完之后 咱们大家注意看右边 它并没有给我产生 一个新的自然段 对不对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它生成的HTML 也没有 大家请看 尽量是在这个地方 物理上做了一个回车 许多这个HTML朋友都知道 在这里面 物理上这个回车 并不能够给咱们产生新的换航 那么该怎么做 我得中间空一行 换句话说 我东南西北 跟中发白这两个自然段 当中我绣 空个空航 大家看 我空了个空航 这时候大家请看右边 其实是生成两个自然段 然后咱们再看下面 已经变成了两个P 这对了 这个才叫一个真的自然段 坏话说 咱们在编辑文章的时候 两个自然段中间 咱们要增加一个空航 好 有了东南西北 有了中发白 没有这个万筒条 不叫麻将 对不对 所以把万筒条也拷贝过来 同时让它再产生 一个新的自然段的话 肯定这个地方我要空一行 然后拷贝过来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是三个P 三P吧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看到了 也是三个自然段 一点问题都没有吧 OK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有个朋友说 不行 我有时就想一个自然段 我还想换行 该怎么做 比如说 大家看下面 比如说 我有一个自然段 叫做 东南西北中发白万筒条 没问题吧 但是我又不想生成新的P 上不是三个P 我就想自己 在一个P里面 我在发生换行 该怎么做 比如说 这地方咱试试 东南西北换行 然后万筒条换行 咱们这是换行了 对吧 但是刚才跟您说了 它只是在这地方 做了HTML文件的物理换行 并不是实际的 真正的换行 咱这边看到也是 仅仅是有个空格 是吧 它并没有实际换行 我如果在一个P当中 想换行的话 该怎么做 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是这样 非常简单 看啊 我在这个东南西北的后面 我要加一个换行 换行是什么 相当于HTML里面的BR 对不对 怎么做 这地方我敲两个回车 注意看 一二 大家请看 右边发生了换行吧 咱们再看这个HTML 大家看 这地方 它生成了一个BR 换句话说 两个BR 两个空白 它会给你转换成BR 我再按一个 让中发白 这也 怎么办总条 不对了 中发白 好 我在这边 中发白也换行 注意看 一二 看右边 换行了吧 没问题吧 但是呢 它确实在一个P里面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HTML OK 大家请看 生成了两个BR 完成了换行 很简单 一定要记住 两个空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自然段改行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完没有啊 非常简单嘛 对不对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内容啊 今天代码呢 会放开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UQ UQ 包括B站 供您下载参照 OK 那咱们在下个markdown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